我们季逢带这次在新加坡书展也有参展 那季逢带文化做的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将新加坡的内容在台湾出版发行 那希望透过台湾这个平台 将新加坡的一些好的内容 能够分享给华文世界的读者 对那关于起见 我们其实就合作过两本书 那其中一本是这个起见的学术论文改编的绘本 或者说图像小说叫做寻找于去源 对那讲的是韩怀准先生的故事 对那这本书刚好也是我自己翻译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本 就是这个今天这个分享会的主题 那这个是起见的这个论文集 OK历史的期待东南亚建筑与生活 对那这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出版的一本 非常重量级的著作 那在出版以后呢也得到各方的好评 对包括我们获选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去年的年度的书选 对那也得到香港亚洲周刊 可以选入的就是去年的2020年的十大好书 对那我们这个虽然这本书出版了一段时间 可是因为过去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没有机会办那个实体的分享会 所以想说今天就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 然后趁着新加坡书站 让起见有机会来跟大家见面来 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交给起见 谢谢 哈喽 哈喽 谢谢韦弟 谢谢大家 在星期天一个早上 来听我讲东西 我是做英文教语的 我每次会讲英文教语 所以如果说的不妥 或者是不正确 或者是讲 就是讲的不好 请大家包含 那么 那今天其实就是准备了一些slides 然后 就是向大家介绍这本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试试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 这本书其实是有两段历史的 第一段历史就是在 2013年的时候 我父亲所属的那个会馆 就是丰顺会馆 他们其实就要出一系列的那个书籍 就是好像是出十本 那 那刚好他就 他就找我 来就是写其中一本 然后就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边 这一本其实就是 收集了一些在 曾经在早报刊登过的一些文章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写过的东西 就是一些文章 那就在2013年 就是出版了 然后在 2020年的时候 我受邀到台湾的成功大学 教一门课 就是关于东南亚建筑的 他们的那个待遇很好 刚好就有一个 publishing grant 出版 叫什么 出版 publishing grant 就是可以 他有一笔钱 然后就可以出版一本书 这样 真的太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ok 那就 找了 就是找出我 20年 就是 刚开始 读书的时候是 2000年 2020年就刚好是20年 然后也就刚好就是找到 20篇文章 然后就 就就就就就就委托 寄贫带 然后就 把20篇 因为因为原文都是用 英文写的 所以就 就就翻译成中文 然后在去年的11月 今年的11月就就就就就就就出版了 所以所以是有这两段的历史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林伟帝先生还有高惠玲小姐 就是 种种监督这整个 整个过程 还有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10位的翻译人员 所以翻译工作不容易 所以 当时就 很谢谢他们就把他 把这20篇文章翻译成中文 当然还是期待要要有英文版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好 这 这就是那20篇的文章 那么 我 我就把它分成四大段 第一 第一段就是我比较喜好的那个 研究方面的就是东南亚建筑历史 那么第二 第二部分呢 其实就是谈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东西 写过的一些东西 那么第三段呢 是 因为时不时就是手痒 就是要去写一些关于文化的东西 或者就写了关于画方面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电影 之类的东西 就把它写了出来 然后第四段其实就是只有两篇 不过就是 关于 我们看 怎样看待那个国家 这个 这件事情 然后国家的那个 那个从国家的角度去看 建筑呢 是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就从 这两篇文章来 来讨论 那 好 等一下 那 大家伙呢 就会 谈其中两篇呢 一篇是关于 大炒场 还有就是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的那个 滨海湾 还有就是另外 另外一篇呢 就是谈这个 渔趣园 就是 刚才韦迪谈到的那个 韩怀准先生的渔趣园 就是今天会介绍一下 那么 那个书名是 怎么来的呢 今天 那个陈嘉宜先生有 在现场 他其实当时呢 我 2013年的时候 定的书名 其实是 英文开始 叫做 Courts to History 我的想法就是说 历史呢 是有很多那种线索 组合成 就是 如果是绑在一起的话呢 其实就 我们就认识的 比较更多 然后就 更好的去了解 这些历史 就是给我们那些线索 那 当时呢 嘉宜就建议说 不如就叫做 历史的期待 期待 期待 不过他 其实就是有个谐音 就是期待的 意思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认识了 那个 我跟沈嘉宜认识很多年 然后他也知道 就是说我在写这个 新马建筑的 一些文章 他都有看过 然后就提供过很多意见 所以 还是要再次 谢谢嘉宜给我 这么奇怪的一个寿命 不过 不过可能就是 比较好记 历史的期待 然后就是有跟 人 就是人本身就是有关系 因为 人才有期待 或者是动物才有期待 然后第二 第二个 第二个用这个什么 线索 那个 那个 那个原因呢 其实就是 当时 读建筑的时候 就曾经被一本 书 就是非常 非常喜欢这一本 所以就是 伊塔罗卡尔维诺 伊塔罗卡尔维诺 的 就是那个 Invisible Cities 看不见的城市 所影响 然后他 这本书呢 不知道书展有没有 不过 不过就是说他 作者呢 就用了 55个短篇的 55篇 非常短的一个文字 然后 就是形容 形容55个城市 不过其实就是在描述他的家乡 威尼斯 所以 所以我 其中 其中有一个城市呢 是叫做 俄西里亚 我就把这一段 先念出来 大家 可能就会有个概念 在 维西里亚 为了要建立 维西城市生活的关系 居民在 房屋的各个角落 拉起细绳 有白色 黑色 灰色 也有黑白相间的颜色 但是他们是要标明血缘 贸易权威或者是机构的关系而定 当细绳越来越多 再也不能穿越通行时 居民就离开了 房子被拆了 只有细绳和他们的支柱 留存下来 在山腰上 把俄西里亚的难民收拾家当 踏起营帐 挑望这平原上的紧绷的细绳 以树立的柱子所构成的迷宫 那依然是俄西里亚城 而他们自己什么都不是 他们在其他地方重建俄西里亚 他们自己 形态是牺牲 但是更为复杂 而且比以前的更有规律 然后他们又放弃他自己 连同房屋都搬到更远的地方 因此在俄西里亚所在的地狱 地狱旅行时 你会建议一座被遗弃的城市废墟 没有侵退的墙壁 也没有随风翻滚的死人骨骸 只有错综复杂的珠网 在寻找一个形式 所以这段其实那时候就隐喻了 就告诉我 其实我们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靠着这些 仅存的那些 那些蛛丝马迹 然后就把它构合成 然后就是在 错综复杂的珠网 在寻找一个形式 然后我们 写历史的时候就是希望把这个形式 交代的比较清楚 然后当然是从我的那个观点来描述 所以这一段其实就是 为什么用那个线索 的那个原因 那么另外呢 那那个当时在设计封面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建议用这一张 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左边的话是那个 如果大家可以到金文泰就是乌鲁邦丹河的一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我们就会看到这座那个 那个铁路桥已经 已经废去了 所以 所以呢其实就 把它语异成就是一个 也是另外一条线索 然后也 也就是因为 这条铁道呢 就是 牵引了就是 就是新马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 就是有双重意思 那个桥就是跨过那个河 然后也是 也是就是象征说 新马的一个关系 那就谈谈为什么那个 火车就跟我有一些关系 就是我小时候就出事的时候就住在 那个李光潜先生 那时候在50年代 就是为他教工 教工建的一个叫做 芙蓉村 芙蓉 芙蓉 village 就在 俗称 5G芝麻 9英里的一个地方 今天如果去 今天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的话 它是叫做 Rail Mall 然后是 如果看那个地图的话 那个照片的话是从 从右边算过来是第三间的 现在是餐馆 所以如果大家有进去 可以去我老家去吃这顿饭 不过大家可以从 照片上也可以看到说 左边呢 左侧的地方呢 其实又是一条 还有那个鱼庄铁路桥有跨过就是 五季芝麻路上段 那个 那么 现在是用为博物馆 当时就是在那里 就是英军投降的地方 所以现在就当成博物馆 所以小时候就是一直 每天都有几趟火车 其实几乎就是用那个火车 经过的时间来当 就是时间的预测 还有另外就是说 后来也是有研究到 新加坡铁道的一段历史 然后我们在这张图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些绿色的点 还有就是红色的点 这些其实都是 就是那个新度庙 Hindu Temple或者是Hindu Shrine 那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部分的有一大部分 是在那个我们现在 所称为小印度的地区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沿着那个虚线这个铁道 其实还是有很多 很多就是 还存在的那个新度庙 红色的呢 其实就是已经被拆掉 然后当时在研究新度庙的 那个当额就把 就画了这一张 因为新度庙其实就是 比较少人去研究的建筑物 然后当时就是配合我们 我在教书的时候就说 我们可以教学生 什么是教堂 什么是寺庙 华人寺庙 什么是 回教堂也非常的清楚 然后就是 最不大清楚的就是那个新度庙 所以当时就有点兴趣 就跟学生一起就是 探导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 在铁道上有这么多新度庙 大家有没有头绪 因为当时呢 当时呢 其实就是那个铁道局 马来西亚铁道局 是应用印度劳工 来就是维持这整条铁道 所以我们每四公里 或者是五公里的地方 就会有 就会有一座小小的那个新度庙 原因就是说 因为他这项工作非常危险 他每天 他每天要上班之前呢 都会去那个寺庙那边祷告 然后呢 才去上工 所以久而久之呢 这些寺庙呢 就是印度人寺庙就慢慢形成 所以这个也是之前研究的范围之一 那么还有 还有就是小时候呢 是刚才我是谈到就是在 住在富蓉村 不过小时候呢 其实 我的邻居其实是开礼发电的 一个叫做Sergeant Nair的 然后他后来呢 就搬到隔壁的一个村子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是叫做什么名字 后来 后来有人去研究 才知道说是一个叫做 Mendoza Village 现在都没有人什么记得 我自己本身之前都不知道是这个地方 不过就是谈 回到谈到我的那个礼发师呢 其实就 就 把那个店搬到 搬到前面的那些店屋来 然后 经常呢就 父亲就会带我去 去礼发 然后礼发是 当然是主要的事情 不过在 在 在等的当儿呢 其实他那边其实有很多 很好的一些杂志或者是 书籍 那么 最 最令我难忘的就是有两本书 一本就是叫做 《海豚》的杂志 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叫做 黄翻译是叫做《男孩的生活》 英文就是Boy's Life 我现在已经改名了 他之前是 为那个美国的童子军的 一份杂志是每个月都会出版 然后 是非常好的一份杂志 因为就是说 就是因为 就是小男孩的生活 你们可以去露营 可以做一些事情 可以研究 可以看星空 所以从中呢 其实就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小知识 那么 那么另外呢就是海豚这个杂志 海豚 海豚 我恨不得到 海豚杂志呢 其实就是 1960年到1977年 就是由 一个叫做婆罗洲文化 出版局 出的一本杂志 应该 大家应该没有 大家应该没有听过 不过 就是 刚好就是在那个理发店里面呢 就有了这本杂志 然后 对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说 他介绍了 他介绍的不是马来西亚的东西 他介绍的是婆罗洲的生活 一些原住民 一些生活 所以 所以其实是从中 就是这段历史呢 就是这段时间呢 就认识到 婆罗洲的马来西亚 就是婆罗洲的马来西亚 就是很早就知道说 当然我们知道说 有西 当时有西嘛 有东嘛 不过 不过后来 就是从这里呢 就开始认识到 婆罗洲的一些事项 然后后来那个 我的建筑师 就是事务所里面 也是有一些 骚扰的骚扰的朋友 所以也从中也认识到 婆罗洲的那个 那些一些事项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 然后后来当然就是 就是认识到说 那个 马来西亚的城里 然后 我之后再研究 马来西亚的东西呢 其实就 让我认识到的 比较深的一些面向 好 那么 还有呢 其实就是 我父亲是马来西亚人 他 他 他出生在 一个叫做利明达的地方 就是 靠近释迦默 利明达的地方 然后 当然 那我母亲是新加坡人 所以刚好就是有 新加坡有亲戚 然后马来西亚有亲戚 然后 假期的时候 每逢假期呢 就会 不是父亲开车呢 然后 就是 趁火车就到 释迦默 然后 然后也认识到就是 柔佛州跟新加坡华人的一些分别 因为 因为 因为梁祖亲戚的想法也是有一点不一样 他们也是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 所以是从从又认识到 认识到这个新马华人 虽然是华人 不过也是有一些 有共同点也是有一些差别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说 在小时候就经常 父亲会带我们到 马来西亚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是马六甲 吉隆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右上角 其实 我们到了 吉隆坡就会住在一个叫做 联邦酒店 Federal Hotel 当时我也不知道说 后来这个也会跟我的那个研究 范围有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在马六甲的一个 独立纪念碑 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 独立纪念碑 其实这个独立纪念碑 当时我们只是小时候 看过就算了 不过 就看到那个M字 非常明显 不过就是说 很久以后才知道说 那个地点其实就是 当时马来西亚国父 东库 在那边宣誓说 在1956年 2月20号的时候 他就刚好从 英国 回来 就是已经得到 得到就是 是独立的那个 授权的 就是英国那边授权的后 然后 第一站到了 马六甲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坐飞机 是会 在新加坡 先登入 然后才从新加坡坐车到 回去 吉隆坡 不过呢 他选择 选择 选择马六甲 的原因 就是因为 当时 葡萄牙人 占领 马来 就是 占领马来 马来亚 就是开始了那个 整个殖民时代的那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 马六甲 所以他就特地 就 就到了马六甲 就在那个地点 宣示 宣示 马来亚独立 就是在1957年的时候 独立 这个以后会跟我有关系 所以铁道呢 其实是非常 跟 这个新马的关系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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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切的 就是开 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就是西矿嘛 就是太平那边 然后那个 就是那个 Port Shetern 我们就在 Clang 是叫什么 巴胜 巴胜 巴胜海港那边 开始了有两条铁 铁道然后就慢慢 延伸下来 然后 最后呢 就在 1920年的时候 就 就连接到 到新加坡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说 铁道呢跟 马来西亚的那个 城市的发展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是因为 有了那个铁道 有了胶原 有了那个油中原的之类 他必须 他必须要把那个货物 把它从 从 胶原里面 然后 送到那个海港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 的那个 西边的城市 就比较发达 比较之下就是 如果到 东海岸的地方 他其实就是没有 他的城市就没有比那个 西边的那个 富裕 就是因为铁道的关系 那么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其实就 读上了 建筑 建筑系 就是去 新加坡国立大学 读建筑系 然后 毕业 建筑师毕业之后呢 其实我就 当时就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同学都 去当建筑师 只有 我就是留下来说 我 我 我看我花多一点时间去 做一些研究方面的东西 然后就 就到 就以那个苏门达纳的那个 民居 就是不同的民居 就是敏南家堡 那个多巴湖附近 还有一个叫做尼亚寺的小岛 然后就 就 做了这些研究 然后也就是开始对 东南亚就比较有 比较有些 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 然后 然后呢就是 就是 后来呢就有 有机会 读那个 博士 然后 然后 我想了好久 本来是想研究 新加坡的建筑 也是属地时代的建筑 不过 新加坡 就觉得说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事件 就是 探索就是 我父亲时代的 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 二战后发生的事情 然后 他为什么他会 到新加坡来 之类的东西 所以 所以呢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 认识到就是那个 马来亚 跟新加坡 独立时代的那个背景 然后后来就 后来就没有 回头 忘了 然后就 就研究这个 独立这块 然后也后来也发现到说 独立这件事情跟 跟东南亚也是 也是非常 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 我们再 我们再探一下 所以当时研究的就是 这 10栋 10栋 对不起 建国时代的 的建筑 然后就 开始之后没有把握 因为 因为 我是 我本身是想说到 就是找出那些建筑师 然后跟他们访谈 然后 了解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种国家性的建筑呢 大部分人家都会认为说 建筑是只是一个 只是帮人家做事情的 的主角 没有什么 想法 不过 不过当时我就访问他们就发现到说 其实那个建筑师对这个 独立这个概念是非常有 有想法 然后也显示在他这些 建筑里面 然后就 就成为了我的那个 博士论文 好那么在 研究 研究这些东西的 当儿呢就 又认识到 北马的朋友 因为 因为当时那个 我苏门达辣的那些东西呢 其实 其实就有 在1996年的时候拿到 槟城那边展览 然后 在那里呢就认识到一批 很好朋友就是 那个 南洋民间文化 就是上面这边 这边的朋友 所以当时呢就 展览的时候的 认识 然后后来呢就 就成了很 很好的朋友 然后 之后呢也有 介绍一些新加坡朋友到 到 到槟城去 就比如说好像于云有一本书 刚刚出版 介绍那个东洋城市 他其实当时就是 跟我们那些朋友 到 到槟城去那边 认识了 认识了这一批朋友 那么在 吉隆坡方面呢 当然就是 就是为了 做这个 之前刚才谈到的那些研究 之后呢就出了这 这两本书 其中这个 中金这本蓝 蓝红色的 是 1997年就是 逢 马来西亚 50周年 独立 纪念的时候出版 然后 当然现在是希望说 有中文版 季鸿带现在在翻译中 好 所以那个 铁道其实就是跟 这个我 研究范围 研究的那个 过程呢 是非常 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 通常就是 吉隆坡跟 槟城这两个地方 所以 所以可以选择 选择 那个 坐火车或者是坐 长途 长途巴士 所以如果要 如果要很快的到 槟城的话呢 就是要做 就是说 坐那个夜车 就从 从那个 黄金大厦那边 黄金大厦那边坐车 然后 很早的 早上五六点的时候就会到 就会到那个 孔大 然后 然后就 就会去找那个朋友 如果不急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分成两端就是 坐 夜间的火车 就是从 那时候是从 大荣巴隔 开始 然后就 10点的火车 然后就 也是差不多 5点的时候 回到吉隆坡 然后呢 在吉隆坡 吉隆坡办的事情 过后呢 又可以再坐那个夜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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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尾调 好像没有坐过火车 没有我左旗没有坐火车 长途巴斯就有 火车没有 好 所以这个 后来就是 还是 还是回到 就是铁道这个 东西 好 就 介绍了这个 自己的历史 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呢 我就是 希望就是 可以在这 下来的两端的分享一些 就是 20多年来 就是认识到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能也 也知道 不过就是 可能就是好像是总结一下 然后 就是 谈一下就是书里面没有没有谈到的一些东西 那么 那 东南亚呢其实就是 我这边不大看得到 不过就是 就是分成很多很多国家 然后 然后呢就是由这位 Benedict Anderson这位写者 他其实谈到说 东南亚为什么那么 那么困难的 很 那 困难的研究 困难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为 他的人种多 然后他的语言也多 他的 他的那些 好像 好像语言方面就有什么 泛文 什么 甲蛙文 所以如果 往往学者都是会 精通一个 一个国家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 时段的东西 不过 不过就是不能够就是把一个 更完整的一个图像把它 拼合起来 原因就是说他 他太多元化了 他太多元化了 所以 所以其实我就是 冲着这个来 就是说 能不能够就是 在用比较长期的时间去 好好的去 认识一下 东南亚 然后就是跟 建筑有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可以可以做一些 比较好的 的研究 那么 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东南亚 所以可以分成这些 不同的国家 然后那个 最 最晚加入 就是这个整个 独立过程呢 其实就是那个 东地问 不过如果我们看右边这个 图像的话 这个是我们 认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 在一个国家里面呢 是有一个首都 当然新加坡是太小 这个地方没有首都 不过这个就是一个 可能算是一个空间的形式 不过国家里面 国家里面就是一个首都 就比如说好像 印尼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 亚加达做首都 或者是基隆坡做首都 所以它的范围是 这样广大 不过 限制这个空间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那个 边界 所以每个国家呢 是有一个边界的 然后 在 边界 的外面呢 其实就是 其他 邻近国家 然后 再来呢 就是 一个 整个一个世界 所以 是分成 国内 然后 区域 还有就是 就是 全世界 就是 international 的一个概念 有一个层次的概念 所以不过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 只有 国家 形成的时候才有的一个概念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说 之前都是 大家都是游牧民族 然后 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到了一个地方被霸凌 然后就又 迁移到 那些地方 所以 所以没有这个边界的一个限制 不过就是 以现在的那个国家的形式呢 来了解 自己本身的一个身份认同 这类的东西 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 另外一个 另外一点就是说 现在 现在呢 其实 所以东南亚其实是 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历史 不过 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把它称为东邪 不过东邪只是一个组织 一个政治 经济 是有一点点文化的一个交流的组织 不过 不过就是 向大家介绍一下 不要不要把东邪把它混成那个东南亚 这样的东西 好 因为 早期 早期其实没有这个东南亚这个概念 早期的概念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的情况 虽然是画了那些 那些国家 不过 其实就是有 有受到 印度跟中国的影响 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很多那些名词 就是跟 印度或者是跟 中国有关系 所以好像 比如说那个 越南柬埔寨 辽国那个地方 以前 法国人去 统治的时候呢 就把它称为 印度之那 所以它名字其实就是 夹在印度跟 中国的 中间 就变成 Indochina 然后呢 好像印尼呢 为什么叫做 印度尼西亚 就是说 在印度 与 东的一些 岛屿国家 就变成叫做 印度尼西亚 所以我们 印度尼西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早期呢 其实就是没有 东南亚这个名词 存在 就是 还是 会受到这些 大文化的一些 的 的 的名称 那么 最早有 东南亚这个名词呢 其实 是 在 1943年的时候 1943年的时候 为什么会 会在这么迟 才会有这个名词呢 就是因为 当时就是 二战的时候 就是1943年 二战的时候 日本就占领了 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 所以为了要抗战呢 就是 就是 西方联盟 就形成了一个叫做 东南亚司令部 东南亚司令部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所以 1943年 是最初开始有了 东南亚这个名词 那么 那么后来呢 其实就是 把这个地方就瓜分成叫做 就是叫做东南亚 那么 当时呢 当时的那个 司令部的 领导人 其实是 那个 蒙巴登 新加坡有一条路 叫做蒙巴登 然后他 当时日本投降的时候 他也是他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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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就是日本人之后 他们他 他 介绍日本投降 介绍 介绍日本投降 那位人物 那么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 当时冷战的时候 当时的那些 研究呢 就是 为了政治 着想 他们就 把世界的 每个地方 就把它分 分去 所以 所以刚好就是有了这个 东南亚这个词汇呢 之后呢 也 也 出了一个叫做区域研究 就是说 有些人就研究这一块 有些人就研究 东亚 或者 南亚 这个 所以就 就分配到说这个地方是叫做 东南亚 那么 不过 如果我们 是不以那个 界限 国家的界限来看的话 其实 其实我们看的地图 就是这样的 左边呢可以看到说那个 褐色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些 山脉 右边的地方如果我们看那个蓝色的话全部都是海洋 所以 所以我们如果是 看到这个东南亚的情况其实是可以看到很 非常清楚看到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 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块 一块就是 陆路 陆路的那个 陆路部分的那个东南亚 然后其他的呢 其实就是 岛屿东南亚 所以刚好那个马来西亚又 的 那个状况就非常的特殊 因为他 他即使 他也是 他即使 陆路东南亚 也是 岛屿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所以 所以马来西亚其实就是一个 研究 东南亚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地区 那么 再来就是说 介绍一下 就是 这里 最早 最早的人种 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我们看那个上面的 那个世界地图 就可以知道说 从人类其实就是从 就是 最早是在 从非洲那边 褐色的地方 从那边 开始 有人类 然后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那个季后 那个变化 然后他就慢慢 慢慢 从东部 渔向那个东部 就在那个中东 地方就是有了那个文明 然后呢 就慢慢的从 在 65千年前 就 就有经过那个 马来亚半岛 然后 就通到那个 澳洲那边去 所以这个是 澳洲的那个原住民 最早 就是这 这一批人呢 从 从非洲 进过来 然后 也包括 马来西亚的那个 欧阳阿斯利 就是 他们 当然不是要变化他们 就是说他们是比较 比较矮 然后他们 头发是比较卷的 这样 那么还有另外 另外一批 经过东南亚的早期人类呢 其实就是 那个 算什么 粉红色吗 粉红色 粉红色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从 从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南岛 南岛 过于西民族 所以呢 他其实就是从 云南那边 然后 到 跨过 跨过海洋 然后到了那个台湾 然后再从台湾那边 慢慢就是 用船 就慢慢从 从那个 台湾那边然后南下 然后 然后那个 然后他的范围呢 其实是 蛮广的 然后 然后有到那个 那个 那个 非洲的那个 马达嘎斯卡 然后还有 还有就是到那个 东边 就是那个 复活岛 所以他整个 整个范围就是叫做 南岛 所以 所以又有另外一种 原住民 就是夏威夷也好 什么的 原住民 都是 都是这个 第二批的 人 然后 延伸下来 那么 历史时段呢 其实就是可以这样 我这个是我分析的 就是说可以就是从 分 从一号的地方 就是很早以前就是有一些 王朝时代的国家 就是 我们看到那些 吴歌窟 那些什么 都是这个 非常早期 王朝时代的 所以 这个是一段 那么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突然间没有了这段历史呢 其实就是因为 当时的那个 殖民时代 就是从16世纪开始 几乎 几乎 全部的国家 东南亚全部的国家 都被殖民过 如果大家到 泰国的话 他就会跟你说 对不起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被殖民过 如果我们去 看 不同学者的那个分析 其实 泰国是 属于半殖民状态 因为他必须在 他必须在 西边应付英国人 然后他 他必须在 东边应付 法国人 所以他 其实就是 做了很大的牺牲 所以现在的那个 泰国的形状 其实就是跟他们 妥协出来的 一个 一个状况 所以 所以 他其实也是 属于 殖民过的 然后 如果我们可以从他们的 建筑上面 得到一些头绪 也就是说 就比如说他们 他们不会采用 就比如说 新加坡的话 就会有很多 英国的 建筑师 什么 然后 越南那边就会有很多 那些法国的建筑师 他其实就是利用了 意大利的建筑师来帮他们建的东西 如果大家到 曼谷去看的话 那些 殖民时代式的那种建筑 其实就是 意大利人的 手臂 所以这一段其实就是从 16世纪开始 就刚才谈到那个马六甲开始 一直到 就是 二战的时候就是 转略点 二战的时候 其实就是 日本人其实要当 殖民者已经 想了很久了 所以就在 二战的时候就把 大部分的那个东南亚国家 就把他占领了 所以当时就是跟 就是跟那个 东南亚成绿的一个 那个名词的成立的 就扯上了一个关系 然后就 当然 当然了就 二战后呢就 国家就 陆陆续续的就 就独立了 所以我 我是觉得说如果要真的要是 研究东南亚历史的话 这 就是殖民时代 跟就是 独立时代 这两段 都 都要 都要去了解 去弄清楚 然后就延伸到现代 所以 殖民时代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同的 不同的国家殖民 然后又有不同的一些 一些观点 一些特色 这只是 显示 殖民过的地方 就比如说 菲律宾 它其实是有双重的 双重的 的殖民 时期 开始是西班牙 然后 后来又是美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那个 文化什么 都是会 会受到这些影响 所以 这是 这三段 就不大多说了 好 那最后 最后呢 多 几点 最后呢 想介绍一下就是 书中的 其中两篇 跟新加坡比较有关系的 一些 两篇文章 第一篇呢就是 再次跟大家介绍 就是 韩怀准这位 这位人士 为什么会 我会对他有兴趣 他在园中中了 200多棵的红毛丹树 为什么他会 有这样的东西 其实 这个也是跟我当时在读书的 有点关系 也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 我刚好就是要差不多要毕业的时候呢 从电视上知道说 有一位新加坡画家 林木华先生他 就 他他他就会到 加利福尼亚那边办一个 70大寿的那个画展 就跟他女儿一起办 那么 那么我就说好 那么 录文章也差不多写好了我就 说OK 休息一下 然后就坐了火车就到 到一个叫做Milbray的地方 然后就去看了那个展览 我在展览 在展览 在展览会上呢 其实那个 林木华先生就 然后就 新枝博他就送我一本画册 非常大本的画册 然后就翻阅 然后就翻到这一篇 就是 有一幅画叫做 《鱼去园图》 就是他在1964年完成的 一幅 一幅画 然后 我就问 我就问 林先生说 这个地方 这个鱼去园图 是在哪里 然后 下桥就是在我家附近 然后 而且呢 其实 如果我们看 右上角的话呢 右上角 我之前在1999年的时候 有翻译了一本叫做 《马来亚艺术简史》 作者是一个叫做 马克先生 然后他 他提供了这张照 他女儿提供了这张 右上角的照片 就是 就是 当时我有看了这张照片 就是 左依的那一位 其实就是 鱼去园 那么 那么 非常巧的是 就是 这幅画呢 其实就是 马克先生 因为 因为他认识了这个 黄环祖先生 他就 他就 跟 林木化提议说 那不然我 木化你 你把这 这些东西 记录下来 然后 韩老先生 回 当时他就回 回到了 中国 他就 画了这幅画 就是当做这个 离别的一个纪念品 所以 所以 其实 这幅画是 虽然一个 详细的记载了 之前 鱼去园的 鱼去园的那个 状况 那 寻找鱼去园这个事情 其实是 蛮久的 就是从 2005年 回到新加坡之后 当然 就是因为 因为拿了蒋全军就必须要 在那边工作 工作 工作之余呢 就 就慢慢的去 做这份研究 然后 很多人都研究过 韩老一准先生 不过他 他比较出名的就是说他 对那个陶瓷的 陶瓷的东西 他是非常非常的认识 不过 不过我 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说这个 从这幅画我们可以得到 什么知识 更多的那个了解 然后 种红毛丹 是怎样种的 然后 什么东西 他都 他都交代的 非常清楚 所以当时呢 我们只知道说是在 那个 那个 汤森路上段 就汤森路上段 跟目前的汤森路上段 之间的 一块地 就不知道他的那个 不能够确定他的那个 位置 所以就一直就找了一些朋友啊什么 就比如说那个 2015年的时候 当时就是跟 许凤定先生 还有 胡永鸿先生就是要 为了要 画这本 寻找于序人这本书 那时候呢 就也跟他们 一起去 然后找了 找了那个 找了 陈玉 陈玉松的那个儿子 因为他 陈玉松的儿子 他小时候有去过 那么还有就是找了一些 研究那个 研究红毛丹的一个一位朋友 然后就 就浩荒荡的就去去找 结果还是找不到 就是找到一些 找到一些 红毛丹 红毛丹树 就非常老的红毛丹树 不过就是找不到 他那个位置 那么 那么到了 就直到2017年的时候 刚好就是那个 哈怀准的孙女 因为他大部分的人都 都搬迁了 然后他孙女是住在 目前是住在澳洲 那么刚好就是逢他 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呢 就说不如我们就 去找一下 所以就往到 找了一整个早上 然后 后来呢就发现到说 结果 其实就是 我们看到这一张 后面呢是有一个 就是 他之前的那个 冲凉房 是我们找到的冲凉房 其他的地方 位置就 就比较好找 就当时就是 就是那个 园林级的那个 N Park 他们 因为 我有通知他们说 这个地方他们要把它 把它发展成就是 汤森 自然公园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去 去 汤森自然公园的话 就可以 就可以看到那个 鱼区岩的 就职然后也有些告示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 知道是在哪里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 也是 就是林木华的女儿 林春女士 她来新加坡 然后也是 一同带她 就是看了那个地方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 就 就刚好开幕 所以 所以 所以很高兴 就是有 至少就是说他们在 设计 就是园林局设计那个 那个 那个公园的当额 至少就是那个海南村的那个 历史至少有保留下来一些了 然后 就是于序岩那个地方也是有 有被重视到这样 所以就后来就 英文版的就 就由伟帝翻译成中文版 这就是 韩怀准先生就站在 红帽单 红帽单 下面的一个情况 然后 其实就是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很多那些文人 很多那些 新加坡历史人物 都有 对去过 然后在 之后呢 就发现到说 当然 啊 徐帽红 徐帽红先生呢 他其实就是 曾经在于序 住过几晚 那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他在 募款 就是在 因为 日本军打 南下 然后他到南洋来募款 然后 带回中国去 去抗战 不过 不过日本人打 南下的时候呢 他就必须把他那些 几百幅 几百幅的画 他的那些东西要把它藏起来 不然的话就要把它 毁掉 那么呢 他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那些画呢 就 把它藏在 藏在渔序园里面 然后战后呢 才 才送回 中国 现在是在 北京的那个 徐帽红的那个纪念馆 那 其中有一幅画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 就是 左上角是写着 怀准先生一笑 30年10月 就是 1941年了 1941年10月在 然后是悲鸿的那个字 他画的其实是山猪 他画的山猪 然后如果大家 有到那个 汤圣路一带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看到 类似这样的一个山猪 通常就是晚上会出现的 所以 所以很可惜 这幅画已经卖给 好像一位 香港的收藏家 不然的话 应该就是 把它买来 买来新加坡收藏 还有其实就是很多文人 就比如说 郁大夫 郁大夫 在那边也是做了一首词 就是 不要人 拿引用的两句 就是 不止刻路三千里 来当 红毛五月蛋 就是 当时他们的一些关系 然后右边呢是 右边是黄宝芳先生 他当时也是 他那个 于序仁的常客 然后也画了这一幅 那个 红毛单词 然后就 也标上了那个 郁大夫的词 那么 水果当然 其实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也是 就是发现到说水果其实在 在就是 华人 南来新加坡新马的时候呢 适应 适应一个环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食品 因为 因为 水果呢其实是有 季节性的 然后 然后也有很多人 就是也就是认为说那个 水果呢其实就是 南洋的一个 一个产品然后 有另外 另外一位作家就是 刘宇昌在 在 在一本叫做 对道的书有写到说 有写到说那个 吃榴莲的一个 允业 就是说 你如果你 如果你喜欢吃榴莲的话呢 你就不会回到唐山去 所以就变成 就是 就可以当做是当地人的 就是不会 不会再回到 回到中国去 然后 他的 他书里面这一段呢其实 就是后来有被拍成 就是由那个王家卫导演 拍成 拍成那个 花样 花样年华 这一部电影 那 再来就是 谈一下 就是大草场 如果 等下大家可以到后面去 这边可以就是可以看到 看到后面 可以看到 大 好像不大看得到大草场 不是可以看到那个 滨海湾 然后 大草场跟滨海湾的那个 关系 然后 在 其实我就是比较 有兴趣 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当然是谈建筑 不过 不过大草场其实是一块空地 那 在那个殖民时代呢 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大部分的那些 庆典 什么 加冕 什么都会在那边 举行 然后 他的历史是什么呢 那我就发现到说 如果要追 追 追说到 最早的那个 这种形式的话呢 其实是在 伊斯法汉的 的一位叫做 Shar Abbas 这位国王 他当时呢就打败了土耳其人 然后呢就没有敌人了 所以他在 在 伊朗 就是伊斯法汉 他其实就 就开始 建设 没有战争的情况就建设 然后就建了这个叫做 马弹 就是一块 平地 长方形的一块平地 然后他长方形的平地呢 其实他是有用意的 他其实是在他的周边 就摆设了不同的一些 空间 就是 就是当做他的那个 设计那个整个 规划整个城市的一个方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有 他有就是 宗教空间 比如说那个 回教堂 清真室 还有他的皇宫 也就是设在旁边 然后又有 又有一些 纪念性的一些东西 然后那个市场 叫做 Bazaar 新加坡当然叫做 Bazaar Bazaar 市场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 用一个空间 然后把东西 把空间排在 排在那个 长方形的那个周边 然后就 显示说 这个是他 这个是他的那个 工程 他的 他的壮举 他的成就 设计城市的一个成就 然后呢 这段历史又牵涉到 英国人殖民历史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其实就是那个 加尔科达 印度 印度加尔科达 的那个 大草场 也是叫做 Maitan 就是一个大草场 不过 当时呢 英国人就知道说 如果要占领 这些印度城市的话 他必须就是要控制 这个 这个 这个场地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中间 如果我们看他 注意看的话呢 他中间呢 后来就是打 打败了这些 印度人的之后呢 就攻下 这个 Kalcutta 他在 他在 草场的 草场的中间呢 就 建了一个 一个 堡垒 一个Ford 就是叫做 Ford William 所以他 其实就会在那边有 那个 Cannon 那个 那个大炮 大炮 然后指向外面 所以那个大炮呢 其实如果你 你造反的话呢 他其实就可以用 用大炮 来攻击 所以 这个形式呢 就是变成 他 之前是一个 大草场 然后他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堡垒 那么 慢慢的呢 然后英国人很厉害 英国人就是 他知道说这个 可以有一个 这种东西 空间可以控制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形式呢 带到 后来 后来殖民的一些城市 就比如说 从 他们先 他们先攻下印度 然后 慢慢的呢 他又到了 槟城 槟城就1786年 到了槟城 然后 1819年 又到新加坡 所以他 他在这 这迁移的过程中 他也把这个 大炮厂的那个 形式呢 都 都带下来 然后 作为那个 城市规划的 一个一部分 就好像 177年是 卡尔卡特 然后 然后1786年是 到过槟城的话 就是 Folk 其实就是 还是用一个堡垒来 来控制这个一个大炒厂 的一个形式 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些 他们比较重要的一些 建筑 所以这个是早期的 冰城 然后呢 后来他又带到新加坡来 这个是 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状况 所以新加坡 新加坡大炒厂呢 其实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那个 堡垒呢 之前我们是说他们一定要放一个堡垒 不过后 他其实那个堡垒呢是放在 新加坡河的 隔岸 就是在现在的那个 Senton Way的那个地方 因为如果大家到Senton Way 去看的话 还有一条路叫做 Ford Road 因为那时候当时就是 把堡垒 本来是设计在那边 所以 不过后来呢 他发现到那个 福康宁山 的那个形式很好 地势很好 因为从福康宁山呢 他其实就是可以 往下 看 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其实就是 士兵呢是把他放在福康宁山 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就 那些兵士就冲下山 当然 现在已经很多 高楼大厦了 不过以前就是 一片大草厂 他就可以从 福康宁山直接冲下来 所以 所以到了新加坡呢 他的那个形式又 形式又不一样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遗留下来的一些 建筑 其实就是 跟那个 排法就是有点一样 就是有 宗教 宗教空间 有 有象征性的一个东西 然后有 大灰堂 什么 都 他的原理就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 一个长方形的东西 然后把东西排 排在周边排上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一直在改变 这个 马丹的那个形式 虽然只是一片 一片潮城 他一直在 一直在改 改变 从 云加尔之达 那个英国人加了一个堡垒 然后在槟城又就改 然后在新加坡又改 那么 多年以后 其实新加坡又 就是建了 那个 滨海湾 那么 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其实滨海湾 如果我们 用 从这个 从这边照片看的话 其实滨海湾是在 大潮城的旁边 大潮城的旁边 所以 就是这样 就是 小的那个长方形是 大潮厂然后那个 几乎是长方形的 是现在的那个 滨海湾 所以这个当时他建好的时候我就 我就我就觉得 这个非常有趣为什么是 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呢 其实呢 他这个牌法呢 又是回到 回到那个 伊斯法汉那个买蛋 的一个牌法 不过 不过当然 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我们大家也知道说 就是那个 在滨海湾旁边 就 建的那个金沙 然后 有那个 有那个剧场 有那些什么什么 还有就是一个 滨海湾公园 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发现到说 这个牌法其实就是跟那个买蛋的牌法一样 牌那个大潮厂牌法一样 就是说 他有一片空的 空 现在不是空地 是一个 一片什么 空尺 就是一个 一片水 也就是 没有 没有人 大致上没有人利用的地方 然后他在 他的周边呢 也就 排了这些 一些 一些不同功能的 一些空间 然后 然后 就是为了 设计这个 滨海湾呢 他其实就是 就是做了很多手脚 就是比如说 鱼尾斯 他必须要 必须要搬家 他之前就是在 在 新加坡河 的那个 河口那边 然后 后来呢 又要搬家 然后 然后 一般家后 大家可能有 有记得 就是他一般家后 他的头就被雷劈 记得吗 就是说 他搬了之后 又 就被雷劈 那么 还有呢 其实就是说 把整个 滨海湾呢 设计成一个 细水池 就是 收集了 就是 因为新加坡有 两个主要的 河流系统 一个当然就是 新加坡河 西边的 金波河 然后 东边呢 其实就是那个 加兰河 那个 吴潮河 的那个系统 所以他 在那个 红线的地方 他做了那个 海坝 堤坝 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可以控制着 整个 整个 两条河流系统的 那个空间 就变成 新加坡第15个 吸水池 所以这个是那个 滨海堤坝 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水的颜色 在 滨海湾里面水的颜色跟那个 外面海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 他周边呢 其实又建了那个 滨海湾公园 那么 还有就是这个非常 诡异的那个 浮动舞台 所以 所以他其实就是 一个 就是说他 他把那个舞台 设计在那边 给 给人家在看 整个东西的 所以 所以今年的 国庆日 也是会在那边 举办 就是变成一个 观看整个 观看整个新加坡的一个 一个场地 Spectat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新加坡呢 很多国家在多年以后都会 建一些新的一些 建筑 就比如说在 在马来西亚就建了那个 双峰塔 那个新的机场之类 其实新加坡就没有建 没有没有建新的东西 他其实最大的一个 最大一个 成就其实就是建的那个 滨海湾 因为滨海湾呢 其实就跟那个 的功能 其实就跟这个 大操场一样 就是说 他是给人家看的 因为之前 殖民时代呢 他其实就是在 周边建的这些 非常雄伟的 的建筑 就是 就是要给人家知道 他们的那个 势力 然后 现在 滨海湾的作用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给人家看 新加坡的那个 经济势力 能够把 能用人工把他整个东西 填海 然后铺成 这个是那个 观场台 所以 其实就是 从不同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关系 这里也是 后面 可以看得到 所以 其实那个 大家可能知道说 摩天观景灵的位置 是非常的 strategic 他其实位置不是乱选的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谈到说 他其实 他是 这整个那个蓄水池 是两边的 就是 吴潮河跟 加兰河那一带 还有就是 新加坡河 所以他 他其实那个 观景灵呢 其实就是在看 整个那个水的系统 然后就可以被 就可以被控制了 你好像是上的时候 你就看到 加兰河的系统 然后下的时候 就看到 看到那个 新加坡河的那个系统 好 所以 所以 这是 这是我20年 就是 比较有兴趣 当然 今天只是谈新加坡 不过书里面 是会有 关于 马来西亚 还有 就是更 更大的 那个 东南亚的一些 考量 不过今天 就是 趁着 书展 然后就 就 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旗舰 精彩的分享 每次听旗舰讲都 让我们对这个 脚下的土地 或者是周边的区域有 更深入的认识 那今天 机会非常难得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大家有没有 一些问题 想要问旗舰 或者想要跟那个 旗舰交流 我们有一个短短的 Q&A的环节 对 嘉义难得 嘉义要不要 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谢谢旗舰 谢谢旗舰 非常精彩 因为 我简直听到 我简直听到 就是 鹿迷了 鹿迷了 原来我发现 你说的期待 不止一条而已 其实是 有许多条的 期待 那 我想focus在 新加坡跟 马来西亚的 期待 他表象征性的 那条期待 是 从马来西亚 一直通往新加坡的 火车轨道 可是我们都知道 这条火车轨道 已经 都 没被用了 那也就是说 新马的期待 已经被 切断了 这样一个 相争性的东西 被切断的话 从 历史 从 整个新马的社会 往前看的话 你觉得 新马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呢 虽然这个已经超越了 建筑的范围 可是我觉得今天你说的 许多东西都是 环绕着 不同的观点 去看 怎么样影响我们的 建筑我们的环境 那就是 你会期待怎么样一个 未来的新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嘉宜 对这个 所以这个期待就是长期性的 就是从小 一直就是 大火车 然后坐长途 然后 坐飞机 然后一直就是跟 马来西亚有联系 然后 之后呢 就是认识的那个东南朋友也是有有有有这样的一些交流 所以 一直以来就是 因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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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以来的身份就是一直在 从 从两边 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新马的关系 就不 不是 不是单单就是从新加坡看马来西亚或是从马来西亚看新加坡 所以 一直以来就是希望还是有 有一些 连结的 的关系 当然 当时那个火车轨道 嘉宜也有参与这个这件事情 就7月1号的时候 嘉宜的那个 五级芝麻 五级芝麻火车站就 他的项目就会开幕了 所以如果大家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 五级芝麻火车站就 把它改成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当然当时的 当然我就是 心情就非常复杂的 就在 2000 2001年 2001年6月30 30号的时候呢 就刚好 就坐了最后一班火车 然后回到新加坡 那时候 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就是 就是说 这种这种关系就已经不再有了 直接可以从新加坡做火车到 到马来西亚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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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就 就已经断了 不过就再回想说 虽然这个是断的 然后如果你要做火车的话 是非常 比较麻烦的 就要 现在是要到 柔佛 那边才可以 才可以开始 坐 坐火车 然后 还是有其他方式的 因为 因为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 马来西亚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 生意上的关系的话 你就必须要到 柔佛去 而且你也是阻止不了的 昨天 昨天有些朋友在柔佛 然后他 他在Facebook 的第一章文说 太多新加坡人 就是说 新加坡人还是会 还是会到 到柔佛去了 不过 其实就是希望 还是会 认识到更 更多的地方 疫情当下 当然 大家都 认识到说 精彩的地方不一定是在 国外 或者是在周边 就可以找到 很精彩的东西 就 长期以来一直在 马来西亚的不同的城市那边 跟学生一起探索 带学生去 去玩 什么之类的 就觉得说 马来西亚其实是很多 很多东西跟新加坡有 有联系的 就比如说 我们 这几天谈鸡饭就有一点 敏感了 不过 当时我跟一批学生到麻坡去 画那些电屋 考察 为什么麻坡长期会淹水 就启发他们去探索这些问题 那么其中 其中 其中一间 电屋 我们 我们去 去画的时候呢 发现到说 他其实是 莫利瑞先生的 职儿 所办的一家 咖啡店 也就是说 莫利瑞先生 大家可能 有听过 他的名字是 瑞季鸡饭的老板 瑞季鸡饭的老板呢 其实 也是跟麻坡 有关系的 因为 大家可能到 马鲁甲说 去吃他的那个 鸡的那个饭团 什么 其实那个马鲁甲的不好吃的 如果大家要吃 他 大家要吃 那个 鸡饭团的话 应该去到 马坡去 所以 所以呢 即使是那个 瑞季鸡饭呢 其实也是会跟 麻坡有关系的 所以 所以我们 了解了这么多连结 其实就是说 大家 不妨就是说 可以去 多到马来西亚 好像在跟 马来西亚 有几大广告 就是说 可以 其实是很多地方 而且是 也有很多那些 历史的连结 然后我的身份就是说 了解了这么多 然后就是希望 通过书籍 听过这些东西 跟大家分 分享 然后就 希望大家也可以 可以跟我一起去了解 这些东西 这样 对 刚刚 佳玉跟 启剑讲的这个 其实启剑的 今天的那个 内容好像也很值得到 到 马来西亚分享 对 因为讲到马来西亚 年轻的世代 现在对新加坡 其实非常陌生 对 那我其实很不习惯就是 好像很年轻的世代 会一直用国家为单位来 看这两个地方 因为其实 双方的那个历史跟文化的那个 远远之远臂 比那个国家来的更长远 对 我通常在 交建筑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会谈到 独立这件事情 所以 都会 会学生说 大家不要把那个国家 看的那么重 美帝也有一本书 就是 失去你的我的国 那个 跟国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所以 所以国家 国家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 就是不稳定的 unstable 不稳定的 一个 一个 大家看 大家看现在那个 世界历史都 都 就会了解这件事情 然后联合国也 也放不了什么 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国 国这个国家这个 这个概念呢 其实当然就是 现在 每个国家都是在 在应用着 不过 如果真正要了解自己 了解社会 我们 处于的社会 还有就是 整个 世界的话呢 其实这个 国家这个概念 其实是 不是很好用 就是说 如果你用其他方式去 去探索的话呢 可能会认识到更 更多的 一些东西 就是不要被这个国家 这个 这个东西 不要 因为 就 就比如说好像 那个 我亲身经历过的那个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关系 就比如说 马来亚是在1957年8月31号独立 然后呢 新加坡 跟 新加坡跟沙拉越跟沙巴 在 1963年9月 16日 加入马来西亚 就变成 马来西亚 下了一个S 那个S就是 新加坡 沙巴 沙拉 所以就 就变成了更大的一个体制 然后呢1965年呢 又新加坡又离开了 当然新加坡是说 新加坡独立了 从马来西亚那边就说 新加坡被踢出来了 所以 所以 所以那个国 所以国家这个形式呢 即使是从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观点去看的话 一直在变吗 你是马来亚人呢 还是你是马来西亚人呢 还是你是新加坡人或者是什么 所以这个 当然是我 我亲力亲为知道这个 这件事情 不过 如果把它记载下来的话 可能年轻的一代就比较会 比较会知道 这件事情了 大家如果看那个 马来西亚的那个国旗 那个红白线的 地方大家也没有注意到 是有14条 14条那个红白线 之前的马来亚国旗呢 是只有11条 因为当时只有11周 那么 从1957年到1963年 国家改变的时候就变成14条 那么 新加坡被 新加坡离开了之后呢 它还是维持在14条 因为 一直在改那个国旗呢 太难了 太花 太花钱了 所以呢 现在14条的那个 解释就是说 有13周跟 联邦直辖区 就是Federal Territories 其实就是说 新加坡那一条还 还在 就是说 把它改成 联邦直辖区而已 所以 如果 可以了解 这样的话呢 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就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 国际上还是有14条红白线 没有改成13条 因为 直辖区不是州嘛 直辖区只是一个 形式上的一个东西而已 所以 所以 即使是国际都可以了解这些东西 好 谢谢 谢谢蓝宣 刚才讲那个期待 还有一个是 所以我最近还在找它的范围 找不到一个明确的那个范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资料 还有在 那边 本来还有一个 那边 那么关于这个 基林 现在很多误解 很多说这个基林 是因为 可以听得 听得到吗 说很多人说这个 基林是因为 那个印度人的那个脚链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在马来西亚 也好多地方是 以这个 命名的 这个我觉得我们 很重要应该是 去跟他澄清 要不然变成一个种族方面这个很大的误会 我在 导览的时候就碰过一个印度人 他的华文很好的 他就直接讲 我们印度人不喜欢 你们讲 Grain 我这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 Gambo-Malaka的那个范围是怎样的 Gambo-Malaka的那个范围 谢谢 我其实也是要谈那个 Gambo-Malaka的事情 Gambo-Malaka其实就是在那个 沿着新加坡河的 一部分 就是如你所说的那个早期 很多那些 人都 都到 从马六甲 马六甲 过来新加坡 所以当时就是新加坡 一发 一发达的时候 就是 英国人 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就 就宣起了很多 很多人移民到 到新加坡来了 就包括 因为当时那个 当时那个 莱佛士德 就是 发跨 发跨其实是马六甲人 所以发跨那边 它其实也是会 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到 新加坡来 所以 那个范围我们不大清楚 不过就是 刚破马拉克这个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很 就是就如你所说的很少很少人提到 就是说它是在那个 新加坡河那个 那个地方的那个范围 所以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理念就是说 新加坡通常 新加坡就是因为那个 19 197几年的时候 那个 旅游局呢 就把这些地方 瓜分成什么 小印度啦 什么 啊 把牛舍水 叫做 Chinatown 这个Chinatown 我真的 不很喜欢 因为 新加坡 华人区是有两大区嘛 是 大坡跟小坡嘛 所以这个 Chinatown这个字眼其实是错的 错到 今天 今天都还没有改 然后那个little india这个字也是 也是 也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在新加坡早期的地方呢 都是多元的 都是都是多元的 就比如说好像 现在的牛舍水 附近就是 Campo Melaka 马来人区 然后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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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庙呢 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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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舍水附近 所以在 在URA那条路 其实就是 就是那个 回教徒的印度人的 那些名字 之类的东西 所以 这个 牵涉到多元性的 的问题 就是说 新加坡其实 不同的地方 其实都是 是多元的 只是说 近期呢 我们把它就是 规划成说 这个是华人区 这个是 马来人区 这个是印度人区 不过 Kampo Melaka 就是 其实就是 它的范围我们还不大清楚 不过就是在 那个 回教堂 Kampo Melaka 回教堂的 周边 然后沿着 那个 新加坡河那一带 那么第二个 你第二个问题也是问得很好 就是说 激凌这个字呢 如果 我 我没有 记错的话呢 是 黄山元先生的说法 就是说 激凌是那个什么 灵灵那个什么链子 其实不是的 比较可能的原因 比较可能的那个 名词呢 其实是一个叫做 Kalinga的地方 就是印度南 东南部的地方 一个叫做Kalinga的地方 所以 大部分 可能就是从那边 移民过来到新加坡的 印度人 是从 Kalinga Kalinga如果 因为新加坡人 就是 华人 无法就是 能 无法念那些字 所以 Kalinga就变成了那个Kalinga 好像 好像 好像一个 一种虚果叫做 Boardong 华人就把它叫做 Ballon 所以那时候 我是 想很久 什么是Ballon 所以 后来才知道是Boardong 所以华人 这些 这些 词呢 其实就是要 可能就是要把它 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从 从语言上去 去澄清这些 这些字的 这些来源 不过 不过我 我比较觉得就是 那个 Kalinga这个事情 但是有一点 扁 扁化的一个意思 不过 比较可能的原因 来源呢 其实就是那个 印度一个地区叫做 Kalinga的地方 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的 那个分享会呢 可能就简单到这里 那大家 我们现场呢有卖这个 旗舰的书 历史的期待 然后还有 就是旗舰论文改编的 这本寻找于去员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购买旗舰的书 找旗舰签名 然后也可以私底下 再跟旗舰呢 继续分享 OK那我们的季风代码 马来西亚的摊位呢 也在楼下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摊位去看看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出席 那也 非常感谢旗舰 谢谢 谢谢维帝 谢谢大家 维帝有灾场 他可以签名 我可以签字本院 我是议者 他是议者 也可以签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